在新店中正路上有一间包子店 店内的包子不但种类多 而且都是手工制作的 老板周世华更是一位热心工艺的人 为了要鼓励民众在暑假闹雪荒的期间 能够踊跃的捐血 他自发性的举办捐血就送包子的活动 只要您在8月份到新店捐血室去捐血 就能够拿到包子的兑换券 他表示也希望借此能够让更多的民众 知道新店捐血室的位置 以后也能够长长的去捐血住人 打开盖子热腾腾的包子出炉 顿时之间香味四溢 这家位于新店中正路上的老牌包子店 不论是肉包 菜包 豆沙包 还是寿陶统都有 不仅种类多 手工做的包子更是让顾客爱不适口 而老板周世华每天都亲自到店制作包子 墙上满满的奖牌 全都是周老板热心做志工所获得的表扬 他表示由于许多人都不知道 新店捐血室已经搬到民权路 因此为了鼓励民众能够多多捐血救人 他便自发性的举办 只要捐血就送包子的活动 刚搬过去 其实每天全血量都很少 只有血小板 预约的 他固定两个礼拜预约 一次可以约 约两次就一个月 然后我们就说 那这样子我就继续来办全血活动 那邀约一些捐血的人过去捐血那样 周老板不但做志工 自己平常更有捐血的习惯 还曾经因为分离数捐血达1000次 获得颁奖表扬 而其实这样的捐血送包子的活动 周老板已经连续办了好多年 像去年他就送出了2800颗包子 虽然有人笑说 他这样子掏腰包亏大了 但他认为能够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那种快乐是无价的 去年差不多2800颗 2800颗以我这边算 他们说你亏大 捐血中心会付给你钱 说没有 这是我发现我要办的 以我这边卖一个18块 2800颗就几万块了 我说没关系 今年我要做这个善事 而且我也是本身捐血在救人 我就办这个活动 鼓励我们社区的 你知道的话就去 邀约他去捐血 像我家里四个 包括我女儿太太 我们四个都有在捐 捐血做爱心送包子活动 将从8月份开始 只要在8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 到新店捐血市捐血 不论是捐全血或血小板 都能够另外获得包子兑换券 而热心公寓的周老板笑着说 只要有更多人去捐血 即使送出的包子会变多 也会让他乐开怀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新店产品报道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大家好